好了 朋友 你们好 今天我们来讲讲Undesample这个游戏里面 它的打铁系统里的这些道具都是些什么效果 我们直接先去找一下铁匠 首先第一个 这个死人头 就是很简单 它就是把你白色或者是蓝色的装备变成蓝色而已 然后它给的磁条呢 是随机的 动数也是随机 就随机一到三个 一二或者三 数值跟磁条也是随机 就很简单 三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来 第二个就是这根线 这一根线呢 它效果也是很简单 就是把你的装备里面的磁条 随机变 包括它的数值也变 它就不会动你的孔而已 所以如果你有三孔的话 它就会在一到三里面随便跳 你就只有一孔的话 打个比如两孔的话 它最多也只是跳两个磁条出来 就这么的紧的 好来 第三个我们来讲一下这一个 两个手抱着一个石头的这个道具有什么用 它的效果是可以让你选择一个你想要的磁条 打下去 其他的动的话 如果你有多余的动的情况下 其他的都是随机 好 第四个就是这个铜板 它的效果就是不动你已经有了的 在磁条的情况下 只添加磁条下去 就像这样 这个 加 它就只会加 这个它也是 它就只会加一个下去 不会动到任何其他东西 好 来 第五个哈 这个像齿轮这样子的东西 它的效果就是帮你洗素质而已 所以 磁条跟动数都不会变 我先按两下给你们看 第一下 啊 没有 第二下 啊 没有 What the hell 它就像这样 好 第六个这个俄罗斯方块 它的效果就只会帮你加孔 拦着装备最多是三孔的情况下 它加到最多也是三孔 过后它不会再加给你 所以你顺带一提哈 它在加孔的时候 它给你的磁条跟数字也是随机的 第七个的这个有点生锈的头哈 它的效果是把白色 蓝色 金色的装备 随机转去蓝色 金色或者是橙色 如果你运气好一步到位 直接到橙色就恭喜你了哈 我按了几十个东西 很厉害 我现在按一次给你们看看 蓝色 当然蓝色的它还可以再变哈 再一次蓝色 再见 接下来这个完全生锈的头 它就是把你蓝色 金色 还有应该是红色的装备 变回去白色 后面它们拿来洗装备 数字有用到的 所以这个你可以先存着 我就变一次给你们看 啊 就像这样 之后的这些道具效果都一样 只是把它们的作用对象 换成了金色的装备而已 然后在接下来 在后面的这一些 我还没打到过出来 我也不敢乱说了 等我打到 升到高级 打到了这些道具过后 我试了 我再做另外一期视频 再来解释给你们知道 谢谢哈 懂得都懂啊哈 记得叮叮叮哈 按一下那个叮叮叮哦